好,我們要帶你們來看到 這台北市的第一殯儀館 從今天開始正式開拆 好,拆了之後 我們之前跟大家談過 因為它要搬遷,它要被拆 於是附近的房價都漲了 以前台北市到處都漲翻天 只有在殯儀館附近,很難漲 但是大家知道它要拆之後 哇,衝進來 然後最近發現這附近交易量極凍 因為大家就等著 拆完之後我要賺大錢了 那但是有一個地方很緊張 那是板橋 你說一兵拆了之後 那人最後一里路到哪去呢 很多人說二兵也會擠爆啊 於是呢 有人說那可能到新北市來了 板橋的新海里這裡呢 本來就有板橋殯儀館 結果這裡的房價也是很可憐啊 以整個板橋來講 它都很低 好,現在他們擔心的是 這裡會不會變殯葬特區啊 一兵擠不下的 二兵擠不下的 會不會來這個地方 他們很擔心 他們的房價又要往下跌了 松哥,你怎麼看 對,沒錯 我們知道一兵已經存在60年 你看這60年的時間裡面 如果你經過這個民權路那邊啊 或是說在這個建國路那邊 你會覺得這個地方 好像就是一個發展的 比較涼 對,發展的一個比較算是 一個區域比較沒那麼好的狀況 那現在台北市已經決定說 就把讓一兵攻城身退嘛 所以看到這幾天 在拆那個警刑廳的這個拍弦嘛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來說 過去可能大家常常會看到這個地方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之前呢 1997年那時候鄧麗君死的時候 過世的時候啦 還有賀一航啦 這個龍少華等等的 他們人生終結站在這邊 當時媒體也都會去拍嘛 所以這個其實呢 很多他出現在我們新聞場合的 這個地方是非常多的 對 那因為他60年拆了之後 現在就很多這個業者 就是說他們就翻出過去的老照片 下面那張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這個以前就有警刑廳喔 對,以前就有 這個都存在了 那你看當時的這個民權路那邊 說是這樣的一個荒涼的區域 哇,這個旁邊現在很熱鬧 對,現在都已經蓋滿房子了 還有行天宮 對,60年前是這樣的一個樣子 那現在當然因為要拆了之後很多 這個比較敏感的人 或是比較敏銳的人就說 房價會不會漲 當然啦,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這種所謂殯儀館來說 他本來就是比較偏向是鹹屋設施 對不對 那所以你看在2021年的時候 當時的前五月來說是68.9萬 但是隨著他要拆的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你看到2024年的前五月的時候 已經來到76.9萬 漲幅大約沒有 其實漲幅也沒有很大 不過有一個特點就是 就是說它的成交量開始在下滑 你看原本在2021年的前五月來說 是274筆 現在就降到150筆 也就是說這一段時間的房價漲幅是11.7 然後成交量是跌了45.3 那為什麼 好不容易等到現在要 對啊,怎麼能現在就賣 對啊,當然是現在要放著 等到再往上衝 吸收 對,等到完全拆完了之後 搞不好還會再漲 所以我覺得那個美嘎在這裡 因為沒有成交 所以一直停在76萬 對,沒錯,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沒有要丟出來 所以變成是這樣 應該是說你有需求 但是沒有供給 會給你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目前為止 這塊地還蠻大 所以目前為止 台北市的盤算是什麼 他有可能會先把它弄成 是臨時的停車場 還有綠地 那完工了之後 未來可能他有幾個想法 第一個是長照醫療 然後第二個是商辦 然後再來是運動中心 然後或者是住宅 那這幾個就不一樣 如果你把它弄成商辦的話 那周邊可能這個房價 給我會漲 這個是後期 看台北市政府怎麼做 怎麼做來說的話 對房價就會有不同的影響 所以看他未來完成 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好,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除了這個一兵 因為工程生退之外 很多人就說 那對啊,那就去二兵 可是如果你是二兵 在新台路那邊 事實上如果你 你在這個三重這一代 或是在萬華這一代 他搞不好就說 那我去板橋就好了 板橋比較近對不對 所以所以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板橋殯儀館當地的 新海里的里長就說糟了 我們目前為止來說真的 因為目前這個板橋的殯儀館 並沒有要拆的這個狀況 所以短期的需求 可能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那麼其實在這個板橋的 這個殯儀館這個地方 他就在新海橋旁邊 新海路那一帶 所以他這個地方叫新海里 那因為已經在這邊四十年了 那四十年如果你去那邊看的話 其實他也都是比較 算是房價比較低的一個區域 然後再加上說其實那個地方腹地很小 對 所以有時候你也要這個 這個辦一些商事的時候 其實那個人 人來人會阻礙交通 而且那附近住的人 我有同事住那附近 他就說每天都淋車從門口過 對沒錯沒錯 這樣感覺就不是很好啦 就對很多人這樣子 那當然地方就說趕快把它改建 但是目前為止新北市 因為新北市也需要這個殯儀館 那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一個在山 在這個三峽 那個太遠了嘛 所以目前為止 可能就是沒有要拆的這個打算 不過因為這個地方在的關係 他周邊的房價其實都真的比較低 即使是周邊有新蓋 如果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靠近江翠重化區 還有一個這個逸文特區 板橋一個逸文特區 他附近也是有重化區 有有有 還有逸文特區等等 那你如果逸文特區那邊來說 如果你比較靠沒有看到 因為我長區那邊看 那這個如果你是打開窗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所謂板橋殯儀館的 大概賣六十幾萬新屋 但如果再遠一點的話 可能就可以賣到七字頭 所以價差大概是 價差大概是十幾萬左右 那我可不可以先去買看得到的 反正他有一天會拆嗎 問題是不知道他多久才會拆啊 但你如果很年輕 二十歲你就可以去買 如果你不在意這個東西來說 其實是比較便宜啦 譬如說你覺得說我是 見官發財對不對 OK你如果有 對啊或者是你信上帝的 就沒他 那就沒關係 所以當然這個目前為止 就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目前為止 當然板橋最最夯的 就是江翠北側的重化區 它有分好幾個區塊 那原本最低價是三字頭 現在大概都已經到六字頭左右 那於是就很多人在炒作督根 就是說你看在這個板橋的時候 靠近新埔國中那個地方 二零一四年是三十萬 這是老房子喔 那現在一坪四十萬 那甚至在新板 我朋友前一陣子才賣一個 算是四十多年的中古屋吧 他一坪也是賣到五十幾萬 對啊 事實上就很多人 很多人會去賭都庚 特別是在新板特區 或是在新埔這一帶的狀況 對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板橋 其實現在越來越夯喔 但就偏偏在這個賓館周邊 房價還是比較委屈一點 所以他們現在說這個一兵拆了 他們會不會更多的人湧進來 這個地方辦喪事 會不會再衝擊到他們的房價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想 這種在市區裡頭的一個 這個殯葬的一個設施 最終這個都市重化 都會把它再挪到更遠一點去 所以有沒有機會 我們大家自己考量看看喔